大家平安 今天新眼光读经进度是 路加福音20章1到47节 邀请大家有机会可以阅读诊断的经文 我们先一起祷告 就感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刻 能够再次来聆听阅读你的话语 主愿你真理启示灵 进到我们生命当中 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 谢谢你 向你先让感谢祷告 奉仇出名求阿们 今天很长段落中间1到8节 特别耶稣用反问的 约翰的洗礼是从何来 来消除这些宗教领袖的质问 然后9到19节特别提到 就是涉凶恶缘户的比喻 来指责这些宗教领袖 然后20到26节就是 他很巧妙的回答纳税的问题 好27到40节就提到 解明死人复活的问题 然后41到44节 问人怎么样说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最后45到47节提到 要门徒要防备这些文士 好我们今天就特别来看 1到8节的经文 第一节有一天耶稣在店里 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 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 问他说 你告诉我们你仗着 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且告诉我 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人间来的呢 他们彼此商议说 我们若说是从天上来 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 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 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 于是回答说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好 特别 我们应该有一个稍微有个概念就是 祭司长文士长老 其实就是构成 犹太公会的三种成员 他们一起来 要来问耶稣 你到底是用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 当然很自然就是 这件事就是耶稣骑居居 去进入耶路撒冷之后 也包括耶稣后面也有 就是有洁净圣殿这些 当这些宗教领袖在问的时候 就表示他们并不认识耶稣 也尊重耶稣有的权柄 想要来抵挡耶稣 但是耶稣就用反问的方式来问你们 你们先告诉我 耶稣问的问题是 那约翰的洗礼到底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间来的 从天上来的 因为犹太人常常用天来代替上帝 所以当耶稣问这句话 耶稣其实是什么 就是那施洗约翰的权柄 到底是什么 施洗约翰的权柄 就是耶稣的权柄 好 所以他们就开始讨论 其实这些宗教领域很聪明 他们在想 如果是从天上来的 那耶稣就会反问 那你为什么不信他 那如果说从人间来百姓会暴动 因为百姓相信 约翰是先知 所以他们讨论来讨论去说 好吧 那我们也只能回答 我们不知道 所以耶稣就回答说 我也不知道 当然中文圣经和尔本是翻译说 我也不知道 但是意思是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其实很明显的是 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看见这些宗教领袖 他们是知道答案的 知道约翰洗礼 应该是权柄是从哪来 但是他们就说不知道 好 所以我们有真的看清楚了吗 耶稣的权柄从哪来 我相信我们应该是知道的 但是我们是真的知道 也愿意说出来 还是我们会像那些宗教的领袖一样 我们知道 但是我却不愿意说出来 我不愿意承认神的权柄 神的全能 我们先来祷告 今天主上帝 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 启示了你自己 让我们可以学习认识你 主在是也求你 圣灵动工在我们生命当中 帮助我们真知道你 真认识你 这样我们也能够有相称的行为 相称的言语 主帮助我们不要只是知道 却不愿意承认 不愿意降服 愿你圣灵亲自来提醒 指教我们 我们向你先上祈求 祷告奉旧苏名求 阿们